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在过去的一周由于联邦调查局宣布重启调查希拉里的电邮门事件 直接冲击在11月8日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选情 由ABC新闻和华盛顿邮报联手的最新民调显示 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分别为46%比45% 差距仅为1% 而民调的具体数据显示 在担任总统资格的选项中 选民对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偏好为54%比36% 在道德品格项目中 希拉里和特朗普的认同则为46%比38% 但在对民众的理解问题上 两人几乎打成平手为46%比43% 而电邮门事件的影响民调显示 60%的可能选民不赞同希拉里处理电邮的方式 选民偏好分析为3分之1的希拉里支持者 和93%的特朗普支持者 今天是万圣节 穿着奇装衣服来庆祝则是节日传统 不过最近数周有一连串诡异小丑吓人事件后 让万圣节的鬼怪传统笼罩上了不愉快的恐怖气氛 当局今年纷纷劝阻 甚至禁止民众装扮成小丑的角色 美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儿童 会在今天装扮挨家挨户的不给糖就倒蛋 但当局担心 孩子们在万圣节当晚外出药堂的时候 小丑恐吓事件恐怕会再度上演 迄今美国已有超过20个州 发生了小丑恐吓路人或诱拐儿童的事件 虽然大部分都是恶作剧或未经证实的威胁 但其中仍有攻击的案例发生 目前快餐连锁店麦当劳基于小丑事件的考虑 已减少了吉祥物麦当劳叔叔的公开亮相 同时也有零售商停售了小丑的面具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带您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联邦调查局目前已获得搜查令 来检视一批近日发现与希拉里私人服务器有关的电邮 由于电邮数量过于庞大 调查工作恐怕要费时数十之久 上周联邦调查局局长克米表示 在一起与希拉里无关的调查中 偶然发现了一些可能与希拉里邮件们相关的新邮件 并以同一当局采取适当的调查步骤 来确定这些邮件是否包含机密信息 据悉搜查令将允许联邦调查局检视电邮 看他们是否与希拉里2009至2013年出任国务卿时 利用私人电邮服务器处理公务疑案有关 此前因希拉里私人助理的丈夫韦娜 涉嫌向未成年少女发送色情信息 所以联邦调查局只有全线搜索韦娜的个人笔记本电脑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日前发生了一起罕见的事件 一名男子在演出期间突然向舞台前方的乐池 泼洒不明粉末演出随即中断 警方称粉末可能是男子一名爱好歌剧的朋友的骨灰 索性事件中无人受伤 事发时歌剧院正在上演歌剧《威廉泰尔》 翻空警察随即赶到歌剧院所在的林肯中心 并要求观众离场 有观众表示 这名男子曾事先告诉过个别观众 会在演出期间撒下朋友的骨灰 随后他趁威廉泰尔续取第二次过场时 走到乐池破洒粉末然后逃走 警方称在歌剧院撒骨灰或违反市政法规 但不涉及刑事犯罪 事发后歌剧院方面还宣布取消了当晚的另一场演出 加拿大方面 加拿大联邦政府近日公布了 最新的学生助学贷款还款新政策 就业和社会发展部宣布 从11月1日开始 加拿大大专以上程度的学生 在校申请学生贷款后 可以等到毕业工作后 年薪大到2.5万加元时 再进行还款 据悉凡是在校背负学生贷款的学生 都可以向有关部门请求协助 相关的部门会根据学生毕业后的实际收入水平和家庭经济状况 适当的削减这些学生的每月还款额度 有些符合审核条件的学生 甚至可以被批准暂时免于还款 随着政府还款力度的大力推行 国家在学生帮扶方面的财政支付 将额外增加1314亿加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 进行订阅 我是小狮 不要走开 稍后为您带来凤点微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